全球现场今天是我们的美女主播宜珍 有哪些内容把时间交给宜珍 谢谢欢迎主播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我是孙宜珍 首先带大家来聚焦到的是 俄乌战况最新的一个发展 俄罗斯国防部在12号声明宣布 俄军已经深入了库斯克州 占领了10个定居点 俄军并没有称这个作为为反攻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 俄罗斯正在采取反攻行动 乌军已经预料到了 并且准备好进行战斗 泽伦斯基上周也表示 已经攻占了库斯克约100个定居点 连盟友都感觉到意外 并让持续两年多的战争 出现了新的转折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最近一直要求美国与西方盟邦放宽限制 允许乌克兰部队发射西方飞弹 直接攻击俄罗斯境内 不过普丁在13号做出强烈回应表示 西方国家如果允许乌克兰 以西方制造的长城飞弹 打击俄罗斯领土 等于将直接与俄罗斯交战 我们一起来听 文在一番话 要提拼到 要断使用这个防御击断 或者不 要哪个人 要许义 要设置 要设置 得硬账 ando採取 保固 还是不 可以 就要许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能用来空袭俄国的武器 包括发射美国陆军战术飞弹系统长城飞弹 还有英国的援助的暴风之影 好限制俄罗斯发动攻势能力 普丁说如果美国与西方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 这当然会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 俄国也将会被迫做出适当决定 虽然他是没有说明可能会采取哪一种措施 好那么近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直恳求盟国 让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飞弹 包括美国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和英国的长城飞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 对此白宫国安会战略协调官科比就表示 针对乌克兰使用长城飞弹的政策 目前没有新计划宣布 也就是说美国依旧不允许乌克兰使用长城飞弹 攻击俄罗斯境内 我们一起来听 那么他不允许乌克兰使用 there is no change to our view on the provision of long range strike capabilities for Ukraine to use inside Russia and I wouldn't expect any sort of major announcement in that regard coming out of the discussions certainly not from our side 我把首席帮助理解决定 他想要谈论 但现在我们的政策 对于这些功能 我们都说我们没有支持 好的 那么我们焦点转回到台海 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 在13号就证实 两艘德国军舰将按计划穿越台湾海峡 他强调说台湾海峡是国际的水域 也是天气条件最安全的航线 两艘军舰分别是巡洋舰巴登福腾宝号 以及补给舰法兰克福号 这将是2002年以来 德国海军睽违22年再次通过台海 那么两艘德国军舰 睽违了22年首次航行通过台湾海峡 对此德国的防卫官员就表示 通过台湾海峡的军舰是为了维护自由航行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 坚决的反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 来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那么德国舰艇呢 睽违22年来首度穿越台海 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廷就分析 其实德国两艘舰艇之前有参加 美国环太平洋军演 在美德军事合作密切之下 德国舰艇通过台海 可说是把演习价值转换成地缘战略 我们一起来听 因为他受美国这方面的支持 因为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德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 美国也是 他们北大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总共三十二国家 那美国在全世界驻军最多的国家是德国 第二才是日本 第三是韩国 你要这样来看 那换句话德国跟美国是不是关系很密切 军事上的互动 而且美国在德国是有部署战术核武的 你要这样来看 那关系就很密切 那第二个 这个两艘军舰是参加环太平洋军舰结束了 对 那难得来一次 现在要回去了 对 那回去的时候 那美国说你既然要回去 你二十二年对吧 那干脆就顺顺 台湾海峡走一趟吧 那美国一定会这么讲 你这样子 由演习价值转为地缘战略价值 这样 演习价值结束了 八月一号结束了 那现在已经九月十三号 那顺便这个改为地缘战略价值 通过海外 也强调说 你德国也支持美国的自由航行 就是这样子 这个意思嘛 是转换嘛 演习价值转换地缘战略 所以德国不得不配合 因为他们两个之间 那个有军事上 有同盟的关系存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